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但其个别人员违反疫情防控规定 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隐患 今日 省公安厅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 涉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 明确全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13类 涉疫违法犯罪行为 一 公共场所拒绝戴口罩 据不配合健康信息核查或身份登记 拒不执行封控管控防范措施 擅自外出聚集 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 拒不参加核酸检测 为按照防疫要求居家或集中隔离 违反防控规定外出参加 打牌餐饮娱乐等聚集活动 拒绝配合开展流调工作 拒不执行停产停业停课措施要求 防控卡点特定区域 拒不配合登记体温检测等 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 二 隐瞒病情 瞒报形成信息 隐瞒与确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 有密切接触史的行为 三 侵犯医务人员 防疫工作者人身安全 损毁医疗防疫物资等 扰乱医疗防疫秩序的行为 四 冲闯公安机关 为采取封控措施设置的警戒带 警戒区 治安卡口 检查站 阻碍民警 卫生防疫部门等 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 五 在核酸检测点 辱骂 挤状 殴打他人 因不满情绪 喊口号 拉横幅等 扰乱核酸裁样点秩序的行为 六 恶意囤积 轰抬物价 谋取暴力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七 非法生产销售 提供假药 裂药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物资的行为 八 编造散布 涉疫情虚假信息的行为 九 故意泄露传染病人 病原体携带者 疑似传染病人 密切接触者 涉及个人隐私有关信息的行为 十 利用疫情信息实施诈骗的行为 十一 盗抢防疫物资的行为 十二 伪造 变造 出售核酸检测报告 健康码 形成码等证明文件 或者买卖使用伪造 变造 核酸检测报告 健康码 形成码等证明文件的行为 十三 其他严重扰乱疫情防控秩序的 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认真执行政府的相关决定 命令和通告 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